非常棒 今天也是很棒 七点半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进来 非常棒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还有很多学员要上线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准时上课 我们先做个开始祷告 然后把时间交给你们两位牧师 来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再次报告耶稣基督 宝贵的生命 感恩的心 看到弟兄姐妹那种求知 革慕的心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来到你面前 一起来学习 特别再次把两位牧师 两位讲员 我们的陈牧师 林牧师 交托主意 继续来恩高他们的口 来赐给他们加倍的聪明智慧 来教导人 我们从中学习到 不只对本身有受益 也能够帮助身旁的每一个人 我们再次感恩 祷告供靠主耶稣基督 保费的圣明而行 我们大家说 阿们 好 全牧师 林牧师 时间交给你们 谢谢 谢谢 很欣详 就是非常欣详 我的脸孔好像还没有看到 自己 OK 非常欣详 欣详 就是登塔教会的弟兄姐妹 刚才我看到 还没有到八点的时候 已经有一百个人进来 哇 非常准时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而且是 我觉得是一个 这个 很有见证 那我想把那个镜头 好不好 转过来 speaker是我 好不好 Alan 麻烦你 因为现在好像 speaker就是你 所以我们要换一下 那弟兄姐妹 stop stop你了 牧师 你已经是拼了 不会呢 我还是看到 看到不是我自己 你们大家看到是我吗 大家是看到我 还是看到美鳌姐妹 看到你 看到你 看到我 两个都看到 看到凤林牧师 看戏牧师 大家好了 谢谢 谢谢 好 那就 你们有看到speakerview吗 有看到speakerview吗 OK 我有 我有看到speakerview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speakerview 不是我 所以我就会 但是如果大家 看到那个speakerview 是我就好了 没事 没事 OK 今天晚上 跟大家一起来 讲一个课题 就是内在小孩 就是说我们原来 每个人 无论你年龄多大 今天在这里 年龄多大 你做什么职业 你做什么职业 有过做工 没做工 但是呢 其实呢 你里面是有个内在的小孩 然后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OK 可以 回来 OK 但是今天开始之前 我给大家一个准备 就是好不好 请大家 最好身边有 你的手机 可以拍照的 原因因为 有些祷告的文 我希望大家 玩了之后 还难 你拍了照之后 你每一天都拿来祷告 所以最好你现在身边 除了一支笔 一张纸 然后还有一个手机 纸跟笔 就是写下你 今天最大的得着 然后呢 我们也是 我们就是 大概时间到九点半 然后呢 之后就是 问答时间 因为今天呢 是 有内在医治的导文 这些导文 真的坦白讲 是 我们 三十多年前 结婚的时候 就是 真的发觉 哇 我两个内在小孩 在 跳出来 久久就跳出来 环环相扣这样 所以后来才知道 哦 原来需要有内在医治的 因为我们以前的 原生家庭带来的 内在小孩的 受伤的地方 虽然是忘记 那个情绪 但是有时候会 那个 因为 亲密关系 再会跳出来 那个事情忘记 但是那个情绪 记忆还在 就变成情绪 对情绪了 今天经过了 那个时候了 三十多年前 经过内在医治之后 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 整个命运 所以今天的课题 是很重要的 内在小孩子 不是说 幼稚 你说 啊 是哦 哎呀 我知道谁谁谁 我内在小孩子 他 他很幼稚的 内在小孩子 不是说 我们幼稚 就是说 小时候 我还没有 成熟的时候 怎么样 处理 情绪 问题 人际关系 关系方面的 内化 局本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记得 有一次一个姐妹跟我讲 她说 哎呀 我的男朋友 太紧张时间了 那有时候 他 就是 除了准时以外 有时候啊 他迟到一点点啊 他就哇 满身大汗的 跑过来 我那边 然后有一次 其实 我参见她啊 就是 乱冲 乱撞 过马路 不要准时 到达 我们约会的地方 那 我 我觉得 已经跟她解释 很多次说 没关系 如果你有忙的话 你就打个电话给我 或者SMS给我 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找个地方 坐下来 做我这事情 而且我发觉 你大部分时间 都没有迟到 为什么这么紧张 迟到的事情 他就跟我讲 这个男生跟我讲 他说 小时候 我不 我不守时的话 当我迟到的时候 我里面 就有一个很大的惧怕 因为我爸爸会很严格的 骂我 打我 就说 做人你不守时 小事情你都不用过守时 你以后 这样来就没有用 他说 我其实里面 其实 知道 理智上 觉得应该打个电话 给我 女朋友 他是没事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 慌起来 我就冲出马路 我就会 朝到他面前 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迟到 所以你看看 他小时候 那个惧怕 其实还没有处理 他对应 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好像突然间 围着他小孩子的 情况里面 这个是他的例子 当然后来 因为风铃帮助 他那个情绪之一 知道跟那个事实 连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 前一世 变成在医生当中 以后就知道 现在的情况 跟以前不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那么紧张 我也想 一步一步 告诉大家 我也想 举一个女的 我觉得你帮过她的 就是 她可以说 是一个不知道的小孩 她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孩子 很优雅 很美 读书又好 各方面都好 但是她总是 有时候 有些情绪 就是 来的时候 就会 不知道 不知道 她自己也不知道 经常讲解 去后来 风铃问 你知不知道 你经常说不知道 这样 这样后来我们就 带回 用内在医治 带回她 找回 几时开始 她这样 不知道 是成为 她这个情绪的 事实 发生的事情 以至有回 这个事实 跟那个情绪 连在一起 才可以得 意志 或是心觉 这样后来 她就 回到 原来是 那个历史 里面想起来的 圣灵 帮她想起来 等到 完之前 我也会 带你们 圣灵 想起你 内在受伤的小孩 那些 可能你忘记的 不知道的 这样她就 想起来 原来 圣灵 带她 回到 她因为 从小 爸爸离婚 跟妈妈离了婚 所以她 经常 每次要 去爸爸那边 拿钱的 每个月 就是 每逢 拿钱的时候 当然 父母 有时候 不成熟 总是 父亲 就很想 前夫来的 已经离了婚了 很想 知道 那个 前妻 意思怎么样 现在 有什么情况 有没有什么 无法是 无论是 不好的一面 或是 有 多情的一面 这样就问 那个女儿 每次给钱 之前 都要问她 她就知道 要保护妈妈 也要保护自己 所以总是说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慢慢 这个原来 就成为 她一个 过去情绪的 经验 一个情绪的 记忆 身不由己的 经常会 伤同情景 她就会出来 因为是 前意识影响 这样后来 圣灵 通常我们 圣灵 一直会 叫圣灵解释 这个影响她 什么 后来就发觉 原来 也影响她 为什么 每一次 她跟男朋友 到一个地步 快要 commit的时候 或是 靠要认定的时候 她就想退 以前的 那个受伤的经验 父亲的经验 叫她这样 所以就是 父亲 给她一些 压力 就是问 妈妈 现在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男人 其实她回家的时候 妈妈也问她 你爸爸那边 有没有女人 住在那边 所以这个 小女孩呢 其实 她很怕 自己长错说话 以致呢 就是影响到 父母之间的关系 所以她 其实就是 只是回答 不知道 不知道 她妈妈想要骂她 为什么 问你什么 你都不知道 所以呢 其实 长大之后 这个女生 她们 很多时候 对应个问题的时候 她没有想得很清楚 她就会 跳出一句话 不知道 我们慢慢才来 告诉大家 那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要需要 经过什么的过程 但是我们是想 让大家知道 有些人 她的反应 是原来是 还是沿着 就是小孩子 那个的模式 所以有些人 如果要拍照 我会给大家 一点时间拍 就是我也请 杜凤姐妹 帮我读一下 这个sign 内在小孩 是我们在小时候 为成熟的时候 如何处理情绪 问题 人际关系 等方面的内化剧本 当我们成为成年人 我们的内在小孩 仍有部分 在我们的内心 往往是我们个性中 应对 情绪 问题 人际关系的一部分 那刚才我们比较多是讲 那个人怎么样 就是因为里面 有些情绪 或者是有个问题 他的对应方法 都是用回小孩子的方式 那人际关系 我想举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认识一个 就是已经年纪很大的 一个妇女 她告诉我童年的时候 她环境很贫穷 所以她有一次跟妈妈呢 就沿路 就跟人家问人家 拿钱搭巴士回家 那时候巴士的钱 其实很少 但是呢 刚刚碰好小几个 都没有给她钱 所以她这天气非常热的 新加坡的情况底下呢 走了好几个巴士站 然后回到家 就没有搭巴士 她当时候是一个小孩子 她只是冒出一句话 她说长大之后 如果人家问我帮忙 谁叫我帮忙 我都会帮 我怎么样都帮 我就算是没有钱 我都要给 我都一定要帮 无论是谁 然后呢 其实当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发觉她真的是一个 很愿意乐意帮人的人 但是已经帮到一个地步 她自己没有爱惜自己 她真的有时候 好人也帮 坏人也帮 那个该帮的也帮 不该帮的也帮 所以你看到 其实她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她还是用回小孩子 当年她的想法 去做 去应对人际关系 面对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 待会我讲更多的时候 大家就说 有吗 我会吗 我不会啦 哎呀 不会这样啥 但是可能这个内在小 小小的小孩 是藏在我们心很深的深处 我会帮 用以下一些内容 帮助大家去找出 有没有这个内在小孩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 好 跟着下来 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就是 发觉 这个 大家都应该知道 大概是不是 这个图片想表达 耶稣 耶稣爱小孩 那 耶稣 这好牧人 我们好像小羊 知道 他就是会 我还抱住我们 爱我们 对 所以其实 当我们小的时候 有过的一些 不愉快的经历 或者是一些 不愉快的一些 经过的话 可能 当时候没人安慰你 可能 不是可能 一定是你自己 也不会安慰自己 因为你还小 但是现在 今天晚上 耶稣要来到我们中间 在我们的心房里面 敲门 他就跟我们说 你那些 内在的小孩 来 我要拥抱你 我要跟你说 我爱你 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以前有读过这节圣经 我们再读一次 请杜姐妹 诗篇十三章一到六节 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算 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 要到几时呢 下边也要吗 要 耶利米埃哥三章二十节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忧闷 如果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础 他是懂得跟神讲 他内在心底心底 那些感觉 特别是负面的感觉 当等一下 我们要给大家慢慢去看回 我们内在的小孩子 如果他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 我希望你们都好像是人 好像耶利米一样 你能够跟神讲说 神啊 我腻在小孩里面 有这些不好的感受 请你来 你来拥抱我 安慰我 你来帮助我得到医治 来帮助我成长 以致我能够呢 好好的 能够成熟的去 处理我的过去 不然 我们常有些莫名其妙的 一些负面情绪啊 就或者一些对人际关系 或者是事情的反应 我们自己都觉得 哎 为什么这么大情绪 原来可能那个情绪 已经深刻在我们里面 很久很久 好 那 内在小孩 有很多种的 我这里只是先给大家 一个抛尊隐喻 等一下大家可以 开门也讲讲 哎 你认为 还有可能是有什么小孩 不一定在你生命里面 不过 你说哎 我觉得这个形容词 很能够形容 有些人的内在小孩 我呢 自己本身是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被忽略 不被注意的小孩 在我里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觉得是 我是老妖嘛 那我就小的 那我讲话就在家里面 没有 没有什么分量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 我故意站在家的门口外面 我自己在那边想说 家里面啊 我有爸爸妈妈 两个哥哥 我看我要站多久啊 他们才发现啊 我不在家 这个孩子不见了 我跟你讲 好 我很伤心啊 因为 我站了很久 站到脚都酸了 其实 还是 没有人出来找我 因为他们忙自己的 爸爸妈妈在忙他们的事情 哥哥在 根本不注意 终于呢 我就垂头上去 自己 再走进去 所以我 常会觉得 当我原来 对那个被忽略 他特别是亲密 外人 我不在意 但是当 家人 当 汉兮 忽略我的时候呢 我特别有反应 因为我 以前没有 安抚过这个小孩子 我是指 以前还没有 得医治之前 然后汉兮呢 所以 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一方面 风铃是 被忽略 不必注意的小孩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以前 没有学过这方面 今天我是一个 富过多志愿的小孩 因为 13岁就没有妈妈 而且没有妈妈之前 爸妈都是做工很忙 他有生 七个 我是大哥 所以你可以想象 很多招 甚至是 承担要 弟妹早上吃饭 然后我中午才可以 上小学的 那些责任 所以是 富过多责任的小孩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一方面是大哥嘛 所以我不是要 向任何人招待的 所以 我 我通常 一富了责任之后 就 有时候 就 出去 自然出去 走走 给自己 收到情绪 所以 又没有招待 就 关门 就走 出去 做了 做完 我认为要做的事情 我就走出去 这样 风铃就 哇 疯了 几乎 我真的 我不 我 就一两个小时了 为什么回来 那么夸张 后来 慢慢慢慢 他给我了解 原来 他是 过去认为 后来经过 生命医治 经过内在医治 浮出来 原来 他这个很害怕 如果 没有 没有 最亲密的人 在的时候 可能我里面有个 怕被 唯 欲望 不怕被 撇弃 怕被 丢下 你不管的 小孩子 但是汉西 也是有个 里面有个 从小的一个 就是 面对压力的 反应 就是 他会 开门走 不跟任何人交代 所以这个呢 到结了婚 亲密关系里面 起初他都不知道 他小时候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我只现在是 还没有得意志 之前 OK 有人说得意志 但是 今天因为刚刚是 照这个课嘛 工灵就今早又 他又去去运动 去开心的时候 交代一个 任务给我 就是说 你要使两个厕所 而且要插的 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走了之后 又来了 以前的东西 就是 哇 又要负责 又要负责 又要做 不想 不想做 每逢他叫我 做账务的东西 我就会 散啊 逃了 或是 清菜做了 他说 插的 我就骂着 但是 今天也好 反正我 现在今早 真的是没有东西的 该做的 这样我问问 为什么自己有接种呢 再回答我的 内在小孩 问圣灵 我也问圣灵 为什么会接 就是真的 你童年的时候 好多是 你很怕负过多的 责任 还有就是很怕 对方说你错 因为每一次 我都是 怕负过多的 责任的时候 清菜做的时候 未来当然是 达不到 什么标准呢 就是 是觉得 又是错的 所以 很挫折的 但是 我先这样讲 真的 确实 我后来也 安慰 为自己的小孩 和生日 童年的时候 是做得很好 确实 已经过多了 我安慰你 现在呢 圣灵也说 现在你不会过多了 根本 现在你是 一种 也招了棒了 很多 基本大的责任 不用付 现在 补偿 回风铃 过去 你知道所有 招物过去 都是风铃做的 擦厕所 是他做的 你是第一次擦了 所以我特别 用一种 补偿的吸引 也是一个 卖力的诚 其实 他 他心目的是 是这样 他是一个 很负责任的人 他分内的东西 他做得很好 他刚才是说 因为他要照顾 其他的弟弟妹妹 从小 就是要 又要帮忙煮饭 带 弟弟妹妹上去 他就觉得 很多责任 所以如果 他在分内 很专心做他的东西 如果 再有外人 或者是我 特别 那如果 我请他帮忙 都什么 他就好像觉得 很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所讲 不是他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是因为过去 负太多责任 他累了 OK 我刚才 我们还有 就是说 没有信心的小孩 这个也是有点像 我就是说 因为 哥哥 爸爸妈妈做决定 我没有机会 做决定 所以 那小孩子 又没有得到 安抚帮忙 安抚他 然后我渴望 被引导 就是说 因为 我家里都是 自己做自己事情的 各个 各个的房间 我有自己的房间 所以好像都 有些事情 我又不敢问他们 所以很渴望 被引导的小孩 那当然 我里面 也有个孤单的小孩子 觉得不被尊重 因为我不是 老大 OK 好 我是想在这里开放 你可以在check group里面 聊天室里面 打一下 你认为 还有怎样的小孩子 是你 可能 那个就是你 里面的小孩 但是也可能说 我懂得 形容人家的 我也知道一些小孩 就是 有些人是 什么什么的小孩 给我 如果你说 打文字 我比较吃力 你可以开卖长 但是 不需要告诉我 你经历过什么 你只是 那个答案说 我认为还有 什么什么的小孩 就可以了 给我们多一点 形容词 好不好 大家可以 这里有 现在有187人了 今天为什么这么 这样安静 请问 我们还能不能够再 打开刚才的 那个背部列部 那个slide吗 可能他们 OK 可以 OK 那我一面 一面打开 一面给大家 积极参与 OK 那这个字是 抛尊隐喻 你们觉得呢 有人在写说 自卑的小孩 任性的小孩 不被爱的小孩 多余的小孩 谢谢 谢谢 这些都很丰富 我们 给我们提 容易受伤的小孩 对 很好 很好 哇 没有安全感的小孩 被欺负的小孩 有没有人可以 帮我记录这些 我觉得我 下次就丰富了 我教课 而且 没有信心的小孩 好不好 杜芳帮我读啊 不会沟通的小孩 对啊 没有信心的小孩 没有安全感的小孩 Ellen 有没有可能 帮我留住 这些check啊 可以 我们都有录下来 OK 我是指 那个check OK 好好 还有被抛弃 孤儿的小孩 谢谢 真的 还有吗 被亲自 开心的小孩 可望爱和拥抱的小孩 没有快乐而已 渴望爱和拥抱的小孩 有一些是封闭的小孩 有个是中男轻女 可能是被轻视 可能是吗 被轻视 哇 大家的 真的很 很好 这个说 怕被人指责错误的小孩 没有信心的小孩 不敢问 问的小孩 哇 好 好不厉害啊 大家 哎呦 我抛尊 引钻石 还有就是说 没有安全感的小孩 特别是 当自己 小时候被父母 送出去 被领养 惧怕被 惧怕被抓到的小孩 我行我素 对 有霸王小霸王的小孩 不善于言语的小孩 体弱的小孩 被孤立的小孩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丰富了 今天晚上的内容 沉默的小孩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哇 我真的很想记下来 刚才那些文字上记下来 还有 对对对 对对 谢谢 谢谢 那 我在家 还有几个 环境逼迫 被逼迫的小孩 过度控制 造成内向的小孩 这个是 自责 自责的小孩 是很多的 对 情绪化的小孩 渴望被关心的小孩 OK 我 如果我没有读出来 你们自己在 那个 screen里面 就 就 好 就在那边 就 自己看 刚才我 看到一个 缺乏被拥抱的小孩 就想起我辅导过一个女孩子 她真的知道决心 要跟哪个男孩子分手 她说分手应该怎么讲 今天我已经给她练习了 然后 上一次再见面之后 我说怎么样 约了 分刀吗 你有能够讲得出来吗 最后她说 刚刚想讲的时候 她的手一放在我肩头 我就 讲不出来了 我后来发觉 我不是爱上她 我是爱上她 那个抱着我的感觉 我就觉得真的是 后来也要带回她的童年 原来真的她童年 一直都没有人抱过她 所以这个就是要 她要 对那个情绪基 要放在医师里面 才不会被前医师 完全支配 而自己的行动 有些人是无助的小孩 害怕争吵的小孩 因为就是 不知道怎么应对 当然有些人 大家其实 真的可以再想一下 特别想自己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一直 就是人际关系这么差 可能你来自一个家庭 你变成一个很放纵的小孩 你太 不是说快乐小孩子不好 但是可能你 你的放纵到一个地步 很快乐到一个地步 你长大之后 其实你会好好的管教这个孩子 变成你人际关系 每个人就说 你好像对人 别人的痛苦 你一点都没有感觉 有时候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 很直 你太过直 你就喜欢 你就说我管你们 我从小就是这样 那我就完全就不管别人 你这里的人际关系也出现很多问题 有些人说完美要求 完美主义的小孩 其实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完美主义 但是他被逼到环境 就是说如果我不完美 没人注意我 对 也没有人爱我 没有爱我 如果我不自我要求高 我不去做到完美 可能有人骂我 我没有被人被人家注意 好 现在呢 我拥有首诗歌叫爱我愿意 我给大家一段时间想想 刚才你听了这么 比如说甚至是原判比的小孩 你想想童年 就是现在就是不是提供意见 这么简单 是想想 我希望你想到一两件事情 是说我内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子 求圣灵来 现在 我们用一首诗歌的时间 求圣灵帮助你 你里面是否从小就住了一个 没有被安慰过 孤单 没有被面对过的小孩子 是年轻人 感想你的同年 感想你的同年 常常出现的一些负面感受 是什么 想想你的同年 有没有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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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圣灵今天晚上 看看圣灵今天晚上 在你心里面 在你心里面 走起哪一件事情 要医治你 只有音乐 只有音乐 在随着这首诗歌的音乐 我求生意 我求生意 在你心里面 感想你的同年的常有 常有的 负面感觉 谢谢大家 音乐可能断断续续 但是希望还是听到一点点音乐 最重要的是 不是音乐 还是最重要大家真的有默想的时间 大家是不是听到音乐对吗 没人唱的音乐对吗 Alan 或者是音乐 音乐 有点断续 断续了但是还是有声音的吗 有 因为我等一下还是会这样播 都是音乐了 可以 没关系 我们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OK好 我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工作了 你可能会想到一点点 好 但是刚才讲的就是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先 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讲下去 怎么样疗愈这个内在小孩的次步 七个步骤 谢谢我问大家 对内在小孩这部分 OK吗 如果有才 等一下再问也可以了 大家很好 有些说 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是个爱顶嘴的小孩 但是爱顶嘴我不知道最后就是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最重要 有没有有人压抑你最后 以至你突然有一些情绪记忆在里面是 影响你今天的 通常呢 如果现在你是成人 有一些情况上面 有一些过急的情绪反应 比方说别人反应都没有那么强烈的 你突然超过别人的强烈的情绪反应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耐债的小孩 以前受伤的时候 那个情绪的记忆在 只是那个事实你 因为痛苦的事实我们会忘记 而且小孩的时候不懂得怎么处理情绪 有没有人帮你处理 所以变成是现在就在这种成人的世界里面 类似的相同的情况上面就爆出来 这种叫无明火 无明的都不知道为什么 人真的没有反应那么强烈 我特别强烈 等着我慢慢再发现 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或者这里如果再详细解释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什么呢 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就是说有些人特别是容易忧郁 有些人特别是容易 就是没有安全感 有些人特别是 就是爱丁嘴 我晓得 有些人特别是对人关系要求别人很高 要求自己很高 那你要晓得 问题不一定是别人 Satir讲过 Satir这个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来的 怎么样应对问题才是问题 他说你不要一直讲 这个是谁的问题 那个是谁 这里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其实比如你最重要 你有没有那个技能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应对问题才是问题 有些人很小的问题 他不懂得应对 搞到很大 有些人问题很大 但是他还有应对的能力 所以必须要知道 我过去我的情绪里面 有很多敏感的地方 有很多重重复述的地方 那我要负起这个责任 真的去自己做 做点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就叫大家 做点事情 那请杜姐妹帮我们读 以赴所书第四章13到14节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成长的 我们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们会进步的 我们一起讲好不好 一二三 我们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们会进步的 好 然后今天就学习 怎么医治我们内在的 负面情绪 对我们内在小孩呢 第二步我们要对他做什么呢 就是要道歉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呢 匆匆忙忙这样就成长了 这被人很多东西吹老师啊 父母啊 自己吹逼自己呢 就长大 被逼长大 但是有很多时候 好不好 我们现在用手快快自己说 对不起 我有时候负了 我运行那个真实受伤的自己 如果你要拍照拍 每次现在都暂时都 竟然给大家拍照的时间 对 OK我们再讲一次 如果你不需要开麦 但是请你内心讲也好 跟着我讲也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无数次 我无数次 负乐了 负乐了 内心那个 内心那个 真实 真实 受伤的自己 受伤的自己 那你不要跟着我叫我 我的名字好 我是凤灵好 你不能说凤灵 你有你自己的名字 你就跟着你讲说 凤灵我爱你 安息我爱你 凤灵我安慰你 安息我安慰你 因为神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所以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时候 有时候 搞到你胃痛 搞到你有情绪 我却一直没有去处理 我一直 确实没有处理 对不起凤灵 对不起汉子 OK 就圣灵在我们当中呢 我们不要匆匆忙忙 也许圣灵向你说话 我们继续 OK 第三个呢 你要做的 就是你要宽恕 宽恕谁呢 有些人硬做内在 小孩受很大的伤害 小子的时候受过很大的伤害 一次呢 你不能够饶恕自己 比如说 小时候如果好好读书就好了 就不会先现在讲 哎呀 那次我没有偷东西就好了 就不会被打 哎呀 那次我懂得逃就好了 不会被坏人抓 甚至被伤害 对 对 所以 有些人呢 其实不知不觉 在一个过程里面 也不宽恕那个伤害你的人 因为是那个人 使这个内在的小孩受伤 甚至对神有埋怨 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为什么 上帝你 没有看过我 我把我这个时候 我邀请大家做一个 跟我做一个宣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愿意宽恶 愿意宽恕 愿意宽恕 愿意宽恿 愿意宽恿 从小到大 一切的过失 小时候 我犯过的错 或者人家对我的不对 我都愿意 宽恕自己 宽恕别人 我也不生气上帝 因为小时候我不认识他 我相信耶稣也很难过 所以今天拯救我 好 这里第四个 我先请杜姐妹帮我读 更多后书 和林多后书一章单到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动作 大家可能会看到 把你手 双手的好像包包自己 拍拍自己这样 接受爱 上帝的爱 跟安慰 包包自己 包包或者包包自己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包包自己 包包包 隔空的包包 对对对 看新牧师做得很好 包包自己 你好可爱 你很有用 在耶稣里面 包包你也可以伸开 张开你的手 张开我的手 好像接受神的爱 我们一起宣告 神你就是爱 神你就是爱 我现在 我现在 接受神的爱 接受神的爱 接受神的安慰 接受神的安慰 安慰我内在的小孩 安慰我内在的小孩 童年所受过的一切的苦 童年受过一切的苦 我现在 我现在 接受神的爱 接受神的爱 和神的安慰 和神的安慰 安慰那个小孩子 安慰那个小孩子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信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不要伤心 不要伤心 不怕 不要内疚 不要内疚 不要觉得被羞辱 不要觉得被羞辱 不要觉得误会 不要觉得不受欢迎 不要觉得不受欢迎 不要觉得迷失 不要觉得迷失 现在神来安慰你 现在神来安慰你 除去你一切的焦虑 除去我一切的焦虑 一切的被定罪的感觉 一切被定罪的感觉 好 这个呢 我觉得你们回去 就是 好好 现在我是 不能够一个一个 跟你们聊 你们真的要回去 把一件一件事情 想想 就是具体的告诉神 然后第五样呢 就是 你要顺服 有些人说 为什么偏偏是我 是啊 其实那个男生跟我讲说 不迟到不是很好吗 那为什么 就是 我爸爸这样教我 虽然不要严厉啊 但是 我觉得他教导是对的吗 完美也是不错啊 就是把事情做好 但是 你要知道 这种受伤而来的教训呢 很容易呢 你会 放大那个 情况 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 还是用同样的对应方法 所以呢 你必须顺服 在 就是说 哎 你的执着 你的愿念念 你先顺服神说 我愿意放大 那汉西牧师呢 就要 要解释这段经文 但是解释之前呢 请杜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 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好 牧师解释一下 这个故事的前后 有些人好像可能没有听过 这个悦瑟的生平呢 简单来讲就是 你叫悦瑟是一生 他的童年是最苦的 就是被兄弟出卖 因为直渡他 父亲最爱这个小孩 甚至卖的去埃及 做了奴隶 但是做奴隶的时候 又受伤 因为那个官的太太 寂寞很想勾引约瑟 所以约瑟就是 约瑟不断都是有神的同在 神为他解释 他为什么受这身苦 所以当人受苦当中 不断有神的同在 有圣灵的解释的时候 他做了有能力 过得胜的生活 所以他最后逃避了 这个 奸淫的罪 没有受到诱惑 但是就被 对方出卖 又要坐牢 但是这坐牢 又有神的同在 神不断会 在他面前解释 所以很多时候 有圣灵同在 又不断在受苦当中 特别有神的灵解释的 他就没有这个仇恨 而且还觉得 真的知道是 万事无上效力 最后是 他成为爱神的人的一处 最后你知道 约瑟就成为宰相 成为宰相之后 他的兄弟因为 没有粮食 就要来跟约瑟商人 所以约瑟就 知道兄弟很怕 因为人都是 自主出卖的 那个弟弟 现在居然是 做了宰相 所以约瑟就对他们说 不用怕 怎么不用怕呢 约瑟怎么讲呢 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 第一就是 真的 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神允许的 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 但是 但是 人 虽然你是 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 要保存 许多人 神的意思说 今天我能够做宰相 以至 帮助埃及人 渡过几方 也帮助了 埃及有人 以至 埃及王可以 恩待 这个 以色列 就是 甚至是 他的家人 所以你看 原来过去的受苦受害 对 成就了今天的光景 所以 我还受了安慰 我还要安慰你们 还要供养 宽恕 这个就是 神牧师说 最后他句话就是说 为什么 约瑟可以用 亲爱的话来 安慰他们 如果 他们 他没有受过神的安慰 他真的不会安慰别人 叫人家不要害怕 还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 我相信约瑟 在各样的苦难里面 他常接受到神的安慰 而且是 他有个顺服的心 他不会一直埋怨埋怨 如果他一直埋怨的话 他只听到 怨恨的声音 他见到他哥哥的话 他也会 就是 我在心里面讲了很多年的 怨恨的话 终于今天见到 你们全部吐出来 我相信他是很多年 听了神 很多安慰的话 所以今天见到他的哥哥 他请人可以讲 安慰的话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一直就说 哎呀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童鸣这么苦 为什么我小时候 那个小孩子 受了这么多委屈 为什么我的小孩子 没人教我 但是你要想得 以前如果你没有 接受过神的安慰 今天晚上开始 你要学习 去安慰你内在的小孩子 以至你能够 神会使用你 将来也遇到一些人 可能跟你一样的 有这样的内在小孩 你也会安慰他 所以呢 然后不要一直 抓住不放 OK 下一张 OK 还有第六呢 就是要感恩 其实你问我 我也不 有些东西 我也好像觉得 哎 我那一家小孩 受伤事 是因为 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小时候 我被人家 非礼 被人家 就是要 侵犯过 那这个事情呢 在我生命里面呢 我觉得 我 让到我 因为那时候 一个小孩子 受到恐惧 就进入我心里面 那个羞耻感 进入我里面 那种没有安全感 进去我里面 那种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不懂得做决定 不懂得 求救 很笨 那些意念 全部进入 以我小孩子的想法 我是这样 想我自己的 我会想 我就是说 我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不算尊贵的人 等等 那其实 这个事情 因为随着我长大 我就 我也过去了 也没有太大的 对后来的生活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不知道 原来我内在的小孩子 一直有很多这种感受 而这种感受 其实 在我成长 过程里面 不时时是跳出来 只是在不同的情况底下 比如说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就很自卑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我就很伤心 很多情绪 直到圣灵 有一天跟我讲说 凤灵 你有一件事情 在你生命里面 你不会感谢神 然后我说 有吗 我常感谢神 赞美神 他在教会 他说有一件事 你从来没有感谢神 我说哪一件 那就是小时候 你被性侵犯的事情 然后被非礼的事情 我说 主啊 那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感谢神 感谢什么 我只听到 想回来 都是负面的东西 但是呢 当时候 我顺服圣灵 一件事情 我说上帝 我闭上眼镜 我 我 我 怎么样 咬紧牙根 我也是要说 我奉耶稣 明宣告 我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这件事情 发生我身上 但是 我还是感谢神 因为 若不是 我是这么软弱的人 若我不是 有这么多问题的人 我见到耶稣的时候 我不会马上说 主啊 救我 主耶稣 拯救我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会说 耶稣啊 我需要你 我会 觉得我自从 这样 做了这个祷告 我的属灵生命 就好像 好像 就是直冲 很 到 就是比以前 快很多的 进步 因为 我发觉 原来 胜过仇敌的 攻击跟败坏 就是要 凡事歇恩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 我就会 说 俗啊 我不明白 但是我选择 感谢 赞美你 因为我知道 你 也许 这做这些 经历 让我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 你现在安慰我 我将来也 懂得 安慰那些 受过这些 类似 问题的人 那就是 其实 一些树叶 它不掉下来 骨干 落下来 其实就不可能 有新的营养 可以再 再去 滋润 然后 长出更多的 新的叶子 跟果子来 所以 好不好 感参新化了 凤灵 真的长出 这个世界 能够长出来的 就是 已经是 可以说是 我看大概 15年前 左右 所以 跟我来讲 20年前 所以 我主要说 她也是 经过医治 才可以 讲得出来 我也 真的见证 她自从 讲得出来之后 感恩之后 也很多姐妹 跟她相同经历的人 可以得到医治 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 也是有 这方面的 你挣扎了很久 也不能面对的 你也可以 凤灵 也可以 来接受我们的 凤灵的辅导 可以 能够有 心灵的意志 可能 可能比较快 出来 同时 又可以跟 中国一起 感恩 对 不透 安慰 那些 伤同 伤害的人 对 这是说 我 我会看到 这个过程 当然大家拍照片 自己做 也可以 但是 我的确 承认 有人为我导 所以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出来 有辅导的服务 然后 当然 所有的 收费 都是贵给 低收入的家 家庭 那你们 可以跟我们 下次 我们最后的 一个礼拜 我们会把 那个电话 写出来 让大家 跟我们联系 就是说 其实 感恩是一个 最大的武器 然后我觉得 最大的 除了我帮 能够帮助别人 其实我自己 最能够帮助我自己 我的情绪方面 得到医治 因为我不需要 有心底里面 一直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痛在里面 因为我已经 真的去安慰她 接受神的安慰 好不好 请杜峰姐妹 读下面 就是白色的字 好不好 甚至为你 不明白的 经历感恩 感恩 使你生命中的 福气越多 胜过仇敌的 攻击和败坏 一个不懂得 感恩的人 心灵与身体 都会渐渐枯竭 而懂得感恩 会让你身心 犹如活泉般充沛 好 第七个步骤 请读 所有的经文 好不好 你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耶和华 诗篇55篇22节 他诚然担当 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以赛亚书53章第4节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安息 马太福音 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很多时候我们都顾我眼前的事情 就是说 未来 物质 孩子 车子 我的健康 我的做的事情 我的工作 我的考试 但是呢 我们就有时候 一下子错误的用圣经说 忘记背后吗 努力面前吗 是 但是呢 你怎么样忘记 是有个步骤的 不可以 就是假假 没有忘记 有时候忘记 所以呢 把你真正的那家小孩子里面 所有的痛 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不能够叫你安息的地方 你真的方向 我们跟着下来呢 是有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一些 就是把这个 还有一个祷告的程序 要告诉大家 但是 要不要先给大家问问题 来才靠圣灵 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把它 除了这四个步骤呢 陈牧师很好 就把它写的 有五个祷告的步骤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就一起经历 但是 或者是请杜凤姐妹 再读这个slide先 关顾内在小孩 不论你现在的年龄 身份是什么 请每天花一点时间 依靠圣灵 去关顾你的内在小孩 因为他与你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 每天都观察自己内在小孩的动态 慢慢地从不知不觉地被内在的情绪创伤操控 到后知后觉地有所察觉 反思 最后达到先知先觉 不再被创伤操控影响的境界 你要晓得有时候 我们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为什么你这么情绪化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讲说 为什么你这样 有时候一些我们那些反应 有些情绪是不知不觉 或者自己根本都不知有什么情绪 但是呢 当你每天都观察 这个跟我小时候相不相似 这个感觉 然后呢 你慢慢就会后知后觉 就是慢慢才发觉 是哦 有哦 然后当然最后我们是完全是很快就认定 哦 这个我要来到主面前得安慰 当然呢 最重要是圣灵帮助我们 来得到这个医治 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之前 我开放一点点问问题时间 或者分享的时间 然后我们才进来来 求圣灵帮助我 最重要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这个五个的祷告的 大家要记得拍照哦 就五个祢在意识的城市 是五个祷告来的 五句祷告的方向 OK 我现在停一下 大家可以 拨问题 或者是 透过 check 里面 是不是请你可以把 之前的那个 slide 再拨一次 刚才那个 你是指这个 这个对吗 等一下 看不上 对对 谢谢你 好客气 很欣赏你那么渴慕 那么追求 OK 学了也帮助别人 然后为什么要请都姐妹 读的时候 大家最好就是拍照 因为利用了时间 不过我相信你们太多投入 所以 听听听就忘记 OK 现在有没有想问问题先 我们再教下去 牧师师母 请说 我是少华 少华你好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 请说 请说 启发我们 虽然今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不过 我心里 总是偶尔会有一个结 还是打不开 对 OK 这个结是这样的 每次听到人家说 他出事的过程 然后我就会想到 其实 我妈妈跟我讲 他是 不要我的 对 因为他跟我讲 他怀我的时候 政府说会 就是说 会被罚款 对 所以当时我爸爸妈妈的 境况不是很好 所以我妈妈有跟我讲 他想了很多方法 打掉我 可是我就是硬着头皮出来 对 所以我到现在 这个结还 不是说 完全的打开来 虽然幸福这么久 偶尔想到这句话 还会觉得 那你当时就尽量 为什么还要 还没有酸酸的感觉 对啊 不过他当然整个过程 我爸爸妈妈都很疼我了 对 哎 哎 哎 谢谢小婉 我觉得 你 你 你你这样分享是 真的 也帮我们提醒一样东西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用成年人的 就是 一直讲大道理 跟小孩子说 哎 他们还是很爱我啊 哎 他当时 有他自己难处啊 哎呀 这个 哎 这种小事都 过了这么多年 有时候 我们不小心 就用了 一个大人 很严厉的大人 来跟这个小孩子讲话 不要这样小气 现在不是好好的 其实上帝要我们真实 看作这个小孩 用神的安慰去安慰 他说真实那时候听得很心酸 没有 因为我在 我的成长的过程中 刚才在check group有讲到一个 体弱的小孩就是我 因为 我可能是我妈妈尽量吃药 打掉我的时候 然后我是一个出世 就是一直生病的小孩 对 所以你觉得 你爸妈也在别的地方补偿了 你也是有爱你 有 没有遗弃你 那很好 我很欣赏你讲出来 而且你用一个心结这个字 非常好 等一下我就是带你怎么内战医治 就是回到那个被遗弃 你被遗弃的那个 那个情景 那个情景呢 然后有时候 然后呢 你也宽恕你的 你的爸妈 那当然我知道它很好 整体来讲 那全部都好 补偿了 足够了 但是 针对那个遗弃 那个 不断想打掉你那个经验 因为当时候你很少 你被遗弃的 那个情绪还没有处理 所以 虽然你说 我没有 没有怪我的爸妈 但是因为你没有 老书这个 或是把这个事情 处理了 每逢 如果你亲密的关系 比方说 你的妻子 或是你的孩子 又有一点 想 表达不尊重 或是想 有一点 疏离你的时候 或是突然 你会有情绪反应的 你会有情绪反应 就是你很怕被遗弃的 是吗 你点头 是不是你想讲一讲 这种就是说 你过急的情绪反应了 这种过急的情绪反应 很多时候就是你童年 一件事是伤的 当时候是伤你的 但是因为没有 没有帮你处理过 所以等下我会 叫圣灵 怎么样 带为你去哪个情景 带回去哪个情景 然后你真的为这件事 只是为这个伤害 来宽恕你的爸妈 接着你就发觉 他们也回天家了 不要 都做 你不做 都做 不用紧的 很好 我这个人已经 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给他听到 也不是要追债 我们就是在灵里面 做一个意志的工作 说这事情 没有任何的伤害 就算他想打掉我 我的体质 这个体质的影响 也一直在不能够影响 我们要把那个事情 一个人 别人的错误 或者自己的错误 我们做一个了断 求神的安慰 求神的爱 求神的意志 在那个过去里面 做一个工作 以致不影响我们上来 比如说你是体弱的孩子 我后面说 就是要等一下你祷告说 我要刚强跟健康起来 不受过去影响 所以我们 我们当然就是牧师常说 我们要为什么事情祷告 都是为将来或者现在 今天晚上比较特别 我们又过去来祷告 因为把那个 要把那个救世过去 你才可以拥抱 这心的丰富 OK 谢谢 这样以后呢 你就没有那么怕 亲密的人 遗弃你的 其实他们不是遗弃你 只是一种行动 或者一种言语 你都会有投射了 过去的 那个被遗弃的 你会投射就放大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当然等一下我们的祷告 不是真的会受 我知道 我带你怎么样 我带你怎么样 我有个 有个 这个 内在医治的城市 其实30年帮助过很多人 圣灵会解释给你听的 圣灵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 还有对你以后有什么好处 对你今天有什么好处 好像你今天讲出来 你就会得到未来更大的 更丰富 圣灵会带你原谅政府的政策 圣灵会带你原谅政府的政策 也不是你的 上帝的错 也不是你的错 是真正的错 也可以 两位牧师 我 所名上 其实 改变了空气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行说 请问 刚才你有讲到 那个 饶恕了 对 当我们一个人 被受伤的时候 要怎样去 饶恕对方呢 对 不容易的 所以为什么 刚才风铃都不敢 带你们饶恕他人 饶恕是比较容易 饶恕他人很难 但是我等下 有一个 有一个城市 带你怎么转眼看耶稣 你就有能力 饶恕了 对 你等下 我带着你饶恕 我知道很难的 所以我不要带着大家做 而且老夫不是一次过的 其实老夫是 通常你们都说 我老夫过了 但是我信主之前 已经老夫过了 但是 老夫好像 洋葱那样的 你真的是 老夫一次 又流泪一次 老夫一次又流泪一次 到一次你不痛了 还可以 好像凤灵 可以出来掌见 说 还不会能 这件事感恩 那件事哪里可以感恩 那件事 坦白想 想起的痛 想起的愤怒 但是他现在已经 饶恕到一个地步 好像洋葱最后一片了 没有眼泪 没有 这个伤害我的 他饶恕不 甚至我们 可以 甚至会 祝福那个 伤害我们 到这个地步 谢谢 谢谢 所以不需要 等下拜大家了 不如我给大家经验一下这个模式 等他们自己做 好 因为这模式 等一下就是说 你们拍了照片之后 其实也可以帮助 有人问 怎么样帮自己孩子做 你先做 自己先做 当你孩子看到你的情绪 更稳 比以前更好 看到你真的感受到你的灵里面 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时候 你才帮人家做 当然你可以先拍照 然后刚才有人讲说饶恕政府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我们不知不觉 做了一个很大的鼠林上面 一个空气上的一个新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新加坡很多人 不是很多啦 新加坡一定有些人是不喜欢政府 但是我们希望住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面 其实当我们就是为政府有时候 有些政策对某些人不是得到很多益处的话 我们都祷告说 我相信整个新加坡 整个鼠林空气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 其实自己得益处 别人得益处 整个鼠林空气都会得益处 所以我们是好像过年 不但是未来一年很高兴的去 去迎接 我们要清理垃圾 OK 折磨式的导文 我先给大家拍照先 OK 这个是因为 你先拍这个根据 心灵医治最重要是圣灵 因为保卫师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其实我们说 我跟奉林叫做辅导员 资深辅导员 你所有的看报纸看电台 我们都有做辅导工作 就是其实都是靠圣灵的 因为圣灵就是最好的 konser 最好的辅导员 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好的 有圣灵是我们的辅导员 所以耶稣说 但保卫师 其实保卫师就是个 看不到的耶稣 耶稣说我去 但是我会求父 派保卫师圣灵来 与你们同在 看不到 但是他在我们里面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猜来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其实我们真的很有智慧的 我们每个人只要 依靠圣灵 问圣灵 他会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的 所以等下我会 叫你问圣灵 比文说 为什么我的父母 当时候要 遗弃我 为什么 我不能 我要受这个 那么大的伤 我真的很难宽恕他 圣灵会指教你的 还有就叫 并且圣灵会叫你想得起 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这个是耶稣说的 意思说 你在情景里面 比文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 宽恕这个人 我会叫你想起 想起我耶稣 想起耶稣 想起耶稣的话 你就有能力了 你发觉你流汗流泪 但是耶稣流血 都原谅我们 只要你看到耶稣流血 你就会愿意 宽恕那个叫你流泪 叫你流汗 所以这个就是 要想得起 为什么我们的情绪 那么失控呢 特别在我们童年的情绪 比方说刚才 那个弟兄 他说我应付是多了 当然为什么还会 是有时候想起这个 有时候还是这个心结 还是有这个心结 这个就是 因为要圣灵 带我们想得起回来 然后再想得起 耶稣的话 大家相遇的时候 才能够处理 才能够解决 这个情绪解决了 以后我们就不会 受这些前一世影响 因为已经在一世里面 有神的话 来在我们一世里面 处理这个前一世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 就明白 我正在神恩典 我三十多年前 结婚的时候 因为遇到问题 特别凤林跟我讲一句话 就是说 你已经三十多岁了 如果你要不要生孩子 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这可能看不到 我们孩子念大学的了 这样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三年了 我突然回他一句说 生孩子是你们女人的事情 你决定吧 这样我讲完这句话 当然父亲很伤心了 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 你决定吗 这样我当然我 哭了出来之后 而且带着情绪都出来 我自己很惊讶 为什么我会这样 当然也知道是讲错话 但同时也是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 为什么我不想生孩子 我就这不明白 所以有一天 我就刻意抽离半天 找一个很近的 大自然的地方 而且拿着面包水 我说如果圣灵里不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想生孩子 为什么那天父亲 讲这句善意的话 我反而是反应那么强烈 这样伤了他 我也自己莫名其妙 我就问圣灵 我说圣灵你今天不讲话 我不杀三人 这样结果 圣灵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沉淀上来 静下来的时候 圣灵就浮出来 浮出一个童年 我受伤的经验就是 我爸妈工作很忙 很晚才回来 特别妈妈 很晚 很少见到妈妈的 所以那天我很晚 没有睡觉等她 最后她回来真的吃饭 她吃饭的时候就 又太累了 她也是没有踩我 其实我在她旁边看着 她看都没有看过 所以后来我就 用手拿她的菜来吃 我要拿她的菜 她用筷子 哇就打在我的手上面 哇我痛 不只是手痛 心跟痛 我就说妈 其实刚才你说 你现在那个心结是爸妈赢去世 我的妈在我13岁赢去世 我问圣灵这件事的时候 是33岁的时候 结了婚三年后 所以那个时候 妈就好站在我面前 我就是跟妈哭了 我说妈 你打我也好 其实我不是要吃你的菜 我是要 要你注意我也好 你打我也好了 你现在注意我了 看我了 最少你 这样哭啊哭啊哭啊 圣灵就带我去 看耶稣的十几家 而且要我宽恕妈妈 我说圣灵解释说 你要明白 你妈也是为孩子 七个孩子吃饭 所以她工作很忙 她也没有受很多教育 哪里懂得你是要爱 还有就是她以前的爸妈 也是这样对她 如果你不能够宽恕她 你就同情她 我说妈 我同情你 我宽恕你 我就讲了宽恕她 真的完全宽恕她 释放 释放了之后呢 头脑就清醒了 圣灵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你跟风铃 情绪对情绪呢 就是 第一就是 因为你以为风铃 你以为风铃有一点情绪 就好像你妈的情绪 妈又来了 你要风铃还你妈的情绪在 所以以后 你不能够要求风铃还你妈 对你的温柔在的 情绪的 伤害你的在的 因为 风铃只能够从现在开始去 学习怎样跟你相爱 这样第二就是 圣灵跟着来跟我讲 你不想生孩子 你前一世里面不要孩子 因为你前一世里面 你整天对自己说 我不要我的孩子将来生下来 在地上受苦 因为我的童年很苦 所以 我不要孩子 我不要我的孩子受苦 所以 所以你根本都不想他 在地上活 所以 当时圣灵跟着说 你孩子的命跟你的命是不一样的 你要明白 你跟风铃有爱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话 教导你的孩子 你不是说 有爱 有神的话 有圣灵的 同在 在任何苦难的环境 都可以活得很丰盛吗 这样你的孩子将来 有圣灵的重生 有圣灵的 教导神的话的智慧 他在任何黑暗的环境 受苦的环境 都可以活得很丰盛的 他的命跟你的命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样我就回家 说 风铃我要生孩子了 后来才知道 你不要生 可以用人的方法不生 但是 你要生的时候 是上帝的事情来的 最后整年都没有的时候 我叫很多人祷告 所以最后很多人 为牧师生孩子祷告 结果 就生出来是双胞胎 两个 这样现在已经 35岁了 已经结了婚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 当我们讲这个 内在意志的课程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灵气很大了 小时候的事情 我一点都忘记 不得忘记了 那有时候忘记 真的忘记吗 但是有些人说 我真的很努力想 想不起 我的童年好像空白 其实越是说 自己童年空白的人 其实可能是越最恐怖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人是有自己 自己保护自己的机制 就是会保护自己 就故意忘记 免得自己受痛苦 所以哈希牧师 刚才讲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靠圣灵 不用很紧张 想哪一件事情 影响我们很大 你不断问 圣灵啊 帮助我 让我想想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童年 内在小孩 还没有到安慰的 我现在求圣灵来安慰我 小时候有没有人 令我受伤 我没有饶恕的 我现在来饶恕他们 圣灵就是有这种能力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 现在将来 所以他知道什么 过去的事 是影响你的 今天跟未来的 他有能力 叫你想得起 所以耶稣说的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 一方面想起 你过去 前一世 你们受伤的 另外一方面 也想起 耶稣 的话 那么多年 你读了圣经的话 这样神的话 可以帮助你 医治你 那个童年的伤害 或是过去一切的伤害 今天只是讲童年的 其实也不只是童年的 就算 之后都有伤害的事 但是童年的 特别严重的是 因为童年的时候 你是没有 没有能力去处理 那个情绪的 你只能够是忘记那个事实 但是 那个情绪的 痛苦的记忆 或是害怕的记忆 还在里面 所以随时会 捧出来 莫名其妙的 叫你 失控 或是失去了你自己 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有内加医治 好 我跟着来给你一个 简单的内加医治的诚实 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打算是说 我们先读 让杜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让大家拍照 然后呢 你试试看 可不可以 照做这个城市 这个礼拜祷告 然后下礼拜呢 回来呢 我们把这个 就是大家集体来经历一次 然后有多一点解释 但是如果这个礼拜 圣灵给你有经历 我们也欢迎你下礼拜 跟我们分享 那请杜姐妹帮我们读 内在医治城市 一 请圣灵来帮助我们 回想 引致我们受伤的事件 二 将事件带到耶稣的石架面前 求圣灵给我们看见 耶稣在群众中受捕受害 被出卖羞辱 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幕 三 在耶稣的十字架前 向那曾伤害我们的人 表达我们的情绪和感受 并指出对方的言语行为 如何伤害我们 及对我们日后的影响 OK 还没有到第四第五之前 第一 我想请大家拍照 第二 每一点呢 都不要匆忙 你可以 可以再加 那个 圣事的音乐 少一首诗歌 最好是没人在唱歌的 是音乐而已 然后 你可以 第一点 请圣灵来的时候 你用点时间 用放眼祷告 安静下来 听一首诗歌 第二 也是 不要匆忙 就求圣灵的时候 就求圣灵 真的默想 耶稣 到第三 也是不要匆忙 想想就是 就是灵里面 就是 不但是灵里面 头也要讲出来 说 我真的不开心 把那个感受告诉神 就好像 就是好几次 我们都读那段经文 就叫四人 跟叶利面 都会在神面前 讲出那个感觉 OK 拍完了没有 我说三张 一 二 三 好了 我们去第二张再拍 第四 跟第五 请杜姐妹读出来 四 转眼仰望耶稣 看耶稣的眼神 看十字架上耶稣嘴唇震动的祷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五 跟着耶稣一起做出饶恕的祷告 父啊 赦免他 因为他所做的 他不知道 父啊 赦免我 因为我所做的 我也不知道 OK 每一个 每一段 都请大家 这就是 都有要的 停顿 然后 拍照了没有 预备 一 二 三 那请大家 下次呢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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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点 不如我们下个礼拜讲 不 不用讲的 先祷告 祝福 OK 祝 对对对 我晓得 OK的 就是请大家呢 就是下礼拜准时 我们回来了 我们一开始的 这边 OK 这个还要去 OK 对对对不起啊 原来是六 还有六 谢谢 六就是 这个是你自己 可以大声的宣告 这样我们就是 不用开麦了 我们跟做杜姐妹 一起 宣告吧 六 幸福的宣告 愿圣灵将父神的大爱 交惯怀抱我们 愿基督耶稣 羔羊的宝血 遮盖保护我们 并赐我们基督的柔和谦卑 求圣灵向我们 解读历史伤痕的意义 第一句很重要 就是求主的爱 怀抱我们 你真的在那边 抱抱自己 对 然后安慰自己 让圣灵安慰你 不要匆忙 还有特别求 圣灵上我们 解读历史伤痕的意义 你等一等 有时候我们 祷告只是讲 没有听 讲完圣灵 想跟我们 讲话的时候 你已经跑掉了 这好像约瑟 他说 从前你们这样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 本是好的 这神的意思 就是圣灵 跟他讲 神的意思是什么 你将会发生什么事 你将会做宰相 你将会不断是 你经历这个苦之后 你帮了很多人 帮了埃及的伯父 也帮了 其他的你的兄弟 最后你还可以 跟你的兄弟和好 这些你等等 这等于我一样 我等圣灵跟我解释 原来这个伤害 对我今天有这个影响 但是又带来这个意义 这样等圣灵跟我讲的时候 我只知道 我以后不要再 要尊重 封灵的情绪 不要 追我妈的债 要她还 第二也要 知道 我的孩子的命 跟我的命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圣灵 有圣灵 我赞成什么是说 要等候圣灵 但是我要承认就是 有时候圣灵会马上告诉我们 当一球的时候 但是这个内在的意志 不是一出国 有时候我问了 还是觉得没有什么 听到什么 那你再花时间 改天再花时间 再等 我常跟神说 你按住 神让我尊重你 按住你的时间来告诉 所以不是一次过 不是说 我做过一次了 没有了 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 塞腿道是 你每天都要意识到 OK 拍了没有 结果还有一个宣告 给大家 我数三声 大家拍照 一 二 三 如果有些人没拍到 不要紧 就是问别人也可以 好 第七个是一个宣告 我们跟着杜姐妹 一起宣告 一二三 宣告 那些不可以补偿的 耶稣自己来补偿 那些不可能挽回的 耶稣十四下挽回 因为耶稣受鞭伤 会要我们得医治 耶稣受刑罢 会要我们得平安 下面还有一句说 可以的话 最好开口在主耶稣面前 祝福那个成生 伤害过我们的人 因为如果你能够祝福他 就真的你完全能够 宽恕他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 我真的还没有做到 这样你做到宽恕 已经很好的 这样你可以继续 因为有时候 宽恕是不可以逼出来的 要时间 一次又一次 好像薄羊重圆 最后一滴眼泪都流了 然后再好像风铃 你记住 有希望的 如果风铃目是那么严重的伤害 最后都可以用感恩祝福 来结束的话 这个真的是圣灵跟耶稣 虽然你可能就是 很大可能令你受伤的人 是你家里的人 你说我做了很多次的宣告 但是回家一见到他 我就很生气他喝 不喜欢他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你要知道我们的情绪 会跟着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宣告走的 那个方向去的 所以我们一直宣告 一直做决定的话 慢慢我们情绪 就会跟着我们 就是有一天见到他 你也觉得 可以心里面很平和 很平静 然后至于最后那句话 其实有圣经根据的 你看岳伯 他受了这么多苦难 最后上帝说 你祝福你那些三个朋友吧 他们虽然讲话伤害了你 很不体谅 但是你祝福他 那神是叫岳伯先 祝福他的朋友 然后把更大的祝福给他 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如果你卡在哪里 就在那边放你祷告先 然后再做 再回来做 每天都做 做到可以为止 OK拍照 我说三根 应该是圣经 1 2 3 应该可以拍照 我的祝福是真的处于圣灵 也是来自圣经 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 所以只要我们很单纯的相信 转眼 仰望耶稣 一望那个铜蛇就活了 那些以色列人被火蛇咬到 他转眼望了 望摩斯求神给他的铜蛇 铜蛇代表审判 耶稣担了那个审判 所以他一望就活了 就医好了 同样的耶稣又说 摩斯怎么举起蛇 人子也会被举起来 只要你转眼仰望耶稣 不要再看着那个心结 如果你整天的眼睛都是看着那个心结 结果你就把那个心结放大 但是如果你转眼 知道那个心结是什么 把他看耶稣那条铜蛇 你就发觉过去一天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那条原来是草神 现在变成当年是蛇 但是现在是草神来的 OK有些人说 如果那个伤害我的人去世了 或者我是永远都没有见到他怎么样 你要晓得这个事不是为他而做的 他知不知道你有没有饶恕他 也不是很重要 你也不一定要需要找回他 跟他讲你的经过 我饶恕了你 你不一定要 最重要是你从心底做了这部分 让神安慰你 以致你成为一个更懂得安慰别人的人 你说 我希望更多的人被神使用 那你先接受神的安慰 你这个所有的医治是为了叫你身体心灵更强壮 不是为那个人 所以那个人就是去世了 你还是要安慰你内在的小孩子 不明讲的对的 就算那个人还在的 你饶恕了 也不一定要去跑去跟他符合的 饶恕是为你自己的 饶恕是为释放你自己 而且那些不可挽回的 耶稣挽回 不可以补偿的 耶稣补偿 是为你自己的 至于符合的问题是 除非他要道歉 你才可以符合 不然的话你会过去跟他因应来 变成第二度伤害 第三度伤害 所以你先饶恕 默默的祝福 至于符合不符合 这个是上帝带领你 上一步怎么做 可能上帝要你 不需要再见他了 因为免得你在二度伤害 三度伤害 或是有中毒 所以这个 但是你选择饶恕是顺服神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你有上帝的性情 如果耶稣在斯基加上面 不说 不啊 泄免那些铺口水 在我脸上的 设在我那棚 叫我留学的人 那些出卖我的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不知道 我们就跟随耶稣 叫我们 真的能够释放 而且得到天父的肯定 结果天父 把耶稣排取 到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也会 为我们祷告 天父也会补偿回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 内在的小孩里面 得医治 其实也帮助我们的灵性 就不会说 一直有个小孩子 在抓 抓我们的后脚 一直是 明明我都很追求爱爱主 但是为什么我会 不然间失去喜乐 很忧愁 很多负面的情绪 我知道很多人 好像就是说 可以放回第几账 第一我觉得是 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都派了 可能你要问回 你的组员组长 看看可不可以 当然我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 我是从头再放一次 但你们要拿好照相机 不等的 但是有个交代 就是说 我希望 这里有一百多人 就是说 你们都照做这个程序 这个礼拜 早一点时间 在神面前 安静 祷告 赞美主 然后就是 有人已经完全拍了 对吗 太好了 谢谢你 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已经有所有的 可能你 打开这个连结 那个check 就有所有power point 就是说 你试试看 然后下个礼拜回来 你才能够真实的 问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尝试回答 然后你也可以分享 然后最重要是 下个礼拜 让我们集体再做一次 对 就是你除了自己个人时间 我们集体也做一次 我再带你做一个 因为我们相信 一起奉耶稣 两三个人奉耶稣 基督的灵 祷告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中间 虽然在周围里面 但是神还是 在我们当中 而且上个礼拜 我们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叫灵的 就是比方说 真的是一种 比方说愤怒的灵 淫乱的灵 那种需要切断 或是混结 需要切断 因为那种也会 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因为真的是灵界 魔鬼是很多时候 跳动我们的情绪 就好像圣经说 生气不要犯罪 不可以寒入到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原来我们寒入愤怒 寒入恨太久了 也是寒罪有鬼 我真的经历过很多 有些人 老鼠不来的 就是那个鬼 最后 叫他 不允许他老鼠 但是他最后老鼠 他反而 是放了出来 当然如果真的是要 旁边有人 帮他 宣告切断的 或是自己 有信心宣告切断的 关系 赶走他的 他也会自己叫 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导文 也是真的可以 把那个愤怒的灵 隐瞒的灵 是一些文节 甚至有些以前 有些是同性恋的文节 有些是不正当的 新关系的文节 有影响力的 是有切断 赶走 那就以后再没有这个困扰 OK 谢谢Ray 他有一个连结 就是大家可以 在那个check room里面 聊天室里面 你按一下 你就可以拿到 基本上今天晚上 的powerful 另外我相信也很多渠道 可以拿到 现在大家可以正式的下线 如果留下来的人 可以想问问题 也好 但是呢 我是想问 就是最重要一个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礼拜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家选择 静养东西 我不一定 你要禁食 就是静养东西 可能不看Facebook 可能就是 静 我不知道啊 静养东西 你腾出那个时间 跟心情来 好好地做这个 内在医治 可能是 分别一个时间出来 可能你只是 一餐吃 吃菜 就是提醒自己 这个礼拜 我一定要求神 给我身心灵 都 你外都得到医治 所以鼓励大家 可以做一个 不一不一样的 静食方式 但是静是为了祷告 神的时间 比如我静看 一个韩局 就看 就把那个韩局的时间 用来祷告 所以耶稣说 有些鬼是 被静食祷告不可的 我知道 田牧师是 很多静食祷告的经历 所以 我相信你们都是 有一个静食祷告的 有个问题 可能要 Ellen 童工帮我们回答 他说这个课程 会不会放在YouTube里面 让他可以 跟大家重新认识 这个 会的 我们以后 就是课程过后呢 会整理 这太好了 太棒了 那就更加不用 拍的东西不完整 OK Ray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 那个link 请你们做一个copy 因为它会delete 在未来是会delete的 所以 那我也 让 请同工给我 那个YouTube的link 如果你们放上去 OK 现在呢 我知道有些人明天要上学 上班 或者是习惯早睡的 我们可以自由的下线 我们也可以 留下来 当然可以 问问题 或者给他们一个祝福 到多五分钟 祝福之后 先祝福 然后其他人可以留下来 还有五分钟 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要跟你说 我好爱你 所以为什么 今天晚上 我要你知道 我好爱你 过去 很多时候 童年的伤害 叫你误解了我 甚至你以为 我就好像 那个伤你的父亲 或是伤害你的母亲 当然 我知道你也是很敬敬他们 但是你对 他们伤害你的地方 也时候 有时候 有一种 有爱的情绪 请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是不完美的 我也是 应原谅他们 我也是 让他们来 祝福你的生命 所以为这个缘故 天父对你说 我爱你 我会补偿你 以后的日子 你会越来越经历到 我的圣灵的 同在 因为圣灵 是最好的东西 我给你的 圣灵会给你 智慧赚到 叫你生活无忧 圣灵以后的日子 会指教你 怎么样 医治你 无论身体 心灵的疾病 圣灵也会帮助你 怎么样有恩赐 来帮助别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奉耶稣的名 愿 耶稣基督 白白得来 白白白写去 叫你得到的 恩惠 天父上帝 不离不弃的 守约 施慈爱到底的 孤儿的父亲 寡妇的丈夫 那一位 还有圣灵 常与你 同心同行同在的 叫你今天晚上 在三一神里面 睡一觉很好的 放走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还有一个功课 就是下个礼拜 最后